抗战中,缴获一面日军军旗值多少钱,听听老兵们怎么说。 在很多抗日剧中,三八大概上挂着高耀旗,成了日军最典型的形象。 很多人都以为高耀旗就是日军军旗,其实它和五运旗都不是日军的军旗,去日旗才算是军旗, 而天皇御赐的连队旗,更是被日军看得比命都重要。 那么,问题来了,抗战中,如果缴获一面日军军旗值多少钱呢? 我们来听听老兵们怎么说。 抗战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战利品,其中就有一面高耀旗,一面五运旗日军每个连队,就只有一面连队旗, 因为地位极为崇高,平时都有专门的卫兵保护,连队旗除了关系到部队的荣誉外, 如果在战斗中被敌人夺取或是丢失,都会被视为整个连队的旗齿大辱。 更严重的是如果连队旗丢失,连队建制都会被撤脚,既然这么看重这旗子,那么究竟值多少钱呢? 二战中美军展示缴获的日军军期巨老兵们讲,日军连队旗的大小规格不一,用的材质也不尽相同, 但按成本价来计算,制作一面旗子大约需要一千日元,而抗战中一人人民币折合17日元,也就是说值58.8块人民币, 不过现在市面上一面高耀旗,可以拍卖差不多到十万块,如果当时抗战老兵保留下来几面旗子,说不定现在就可以发一笔小横财了。 被烧毁的日军军旗,那么在战场上,要想缴获日军军旗容易吗?答案是,不容易的, 因为根据日军条令规定,如果遇到有全军被消灭而就失连队旗的危险,则必须烧掉旗子。 整个二战期间,包括中、美、英、苏等各国盟军在内,总共消灭了数百万日军, 但缴获的武运旗、高耀旗什么都有,但唯独天皇玉寺的连队旗,却一面都没有缴获到, 当时每支盟军部队都极其渴望能缴获一面连队旗,但没有一支部队能做到, 因为日军一旦感觉情况不对,连队旗有可能落入敌手就会烧掉,宁可烧毁也不愿意被缴获。 如今唯一存世的一面连队旗,被保存在博物馆中二战期间,日军总共烧毁了444面连队旗, 其中单是在中国战场,就烧毁了179面,最后只有一面连队旗被保存了下来, 如今被保存在博物馆里,这面连队旗也成了唯一存世的一面连队旗了, 如果当年能缴获这样一面旗子,到现在估计价值连城了。 本文来源于网络,卢玉钦权请及时联系删除。